今天给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重磅新闻 就是Conf UI对于会员模型的原生支持 原来我使用会员模型 只能通过K神的那个扩展来做 而且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会员可以生成视频质量如此之高 速度如此之快 那我们可以在他推特的一个宣传语上看到 他说请升级到最新版本 然后使用我们的官方模型 以达到难以想象的速度 待会儿呢 我们会给大家看到他生成的这个速度 是多么的快 那么 我还是建议大家要看我生成的每一个视频 我希望你也会被这些视频惊艳到 你会发现原来会员模型可以做到如此之好 那原来我们用的可能都是假的嘛 是吧 好了 废话不多说 那重点我们就来介绍 那官方的Compify是怎么去支持这个原生的混员模型呢 首先呢 我们来打开Compify官方的这个视力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混员vido model啊 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帖子 帖子内容呢 很少 那重点是在说这个官方对于会员这个模型的原生的支持 他这呢 主要列举了需要下载的这个模型 首先你要注意我们的会员模型呢 是官方的720PBF16的这个版本啊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不要下载那个FP8的 另外呢 这个Llama这个它同样做了一个FP8的量化模型 让它变得更小 这儿呢也会有下载的链接 大家下载下来就行 另外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VE的部分 那这几个模型下载下来 你注意都放在哪啊 第一个主模型 我们放在models里边的 DefusionMods里边 那我们的Llama和这个ClipGunL呢 给它放在我们的这个TextEncoder里边 然后VE呢 当然就放在VE里边 所以说呢 整个的模型下载下来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呢 我们进到ConfiOI里边的models目录下边 首先呢 我们看主模型所在的位置 是在DefusionModels里边 是这个啊 大家注意啊 就是我们在用Cash那个链接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FP8的模型 暂时不要用这个啊 我们就用原生的 它的大小呢 将近25个G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TextEncoder 也就是我们的文本编码器 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需要下载一个Llama 这样的一个模型 另外呢 会用到Flux里边 那个ClipGunL那个模型 那另外呢 就是VE的部分 我们同样会用到一个混元的Value VEBF16 你要注意啊 这几个模型跟K神那个模型的地址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呢 为了保证质量呢 尽量的啊 按照这个方式去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工作流啊 给它拿过来 工作流呢 可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 当然也可以把这个直接拽到ConfUI里边都是可以的啊 下边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执行的情况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官方工作流的一个加载情况 我们简单的过一遍 这个呢 其实没有必要过多的做解释啊 因为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流啊 你就直接用就可以了 首先呢 是我们的这个模型的加载 它这儿你要注意啊 你可以选择是VEBF16的 还是我们的这个FP8的 它这儿呢 也有一个提示说 如果你要是担心显存溢出的话呢 可以选择FP8这个版本 由于我的显存是16G的 所以说呢 我这儿直接选了FP8的这个版本 那另外呢 这个模型的加载器的话 除了用了这个编码器之外呢 下边就用了IOLEMA这个 FP8的这个原模型 你要注意啊 它不是个编码器 它准确的说是一个原模型 Type这儿一定要选择混原杠V6 下边这儿就是VE的部分 它整个的流程 特别像Flux的采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核心是一个自定义的高级采样器 然后会连一个Visic Guider啊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指导器 是吧 这儿呢 用了一个Flux Guidance 但是这儿并不是3.5啊 是6.0 然后这儿用了一个Model Sampling啊 SD3 这个我们在用SD3的时候 用过这个节点啊 这儿用的是7.0 完了之后呢 空的浅空间里边的图像呢 我们用了一个AMP混原LatentValue 这应该是一个新的节点 对 它这儿的分辨率用的是848乘以480啊 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设定 我这儿对于整个真的数量的做了一下修改 我用的是49 这个太短和太长呢都会有问题啊 太短的可能表现不出来这个视频的一些特征 太长的话呢 这个可能显存受不了啊 采样器呢 我们这儿用的是Ola和Simple 然后种子呢 就是一个随机的种子 注意我们这儿这个Decode的时候 用的是一个Tile的Decode啊 那我们会得到一个动画的效果啊 那我首先呢给大家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 这个速度的确是很快的啊 有人说这个不快啊 你要注意啊 如果是在K神那个扩展里边 49帧我这个基本上跑不动啊 而且这个分辨率还要更大一些 用的是848乘以480 所以说呢 这个速度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啊 大家看一下出来这个效果 跟刚才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个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 呃 原来我用混员的时候 我觉得它那个效果已经那样啊 直到我们在原生的Comp UI里边 看到这个效果 我觉得它的确可以做得更好啊 那这里边唯一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提示词的写法 这个提示词呢 是不能瞎写的啊 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大家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混员的官网 现在我通过这个链接打开的是 它的这个抱抱脸上的官网啊 大家呢 还是应该打开它的Github上的官网啊 可能更直接一些 我们打开一下它Github上的官网啊 打开这个官网之后呢 你注意在下边呢 我们会有一个部分叫做 A Prompt Rewrite 是这个地方 那你点开它 对于这个呢 它有一些描述啊 包括它说它这个提示词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重点呢 是需要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这个它的代码里边啊 它有两种模式啊 第一种叫基本模式 第二种呢 是这个专家模式 那么这是一个提示词 你可以用任何一个大模型呢 用这个提示词去训练一下 那这呢 我用的是Germanet啊 我们可以打开Germanet的这个控制台 也就是Google Studio 然后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我们的提示词啊 然后在我们的System Instruction 就是系统介绍里边呢 把刚才那个专家模式的提示词呢 给它粘进来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简单看下这个提示词啊 它说你现在是一个大模型啊 主要是来写这个视频的描述 那我们可以呢 将你的这个任务呢 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保留所有的信息啊 包括我们的风格 还有一些技术性的短语 另外呢 如果我输入的是中文的话呢 请把它转成英文 另外就是如果我的这个输入 是只有一到两个单词 那你应该做一些扩展啊 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一些 然后它的长度呢 大概是一到两个简短的句子 那如果说我的书里边 并不包含这个风格呀 光照啊啊 这样的一些信息 那你可以呢 适当的给它加上 另外强调了一下 就是我的所有的输出 必须得是英文 加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关键词 来生成这个会员的提示词啊 比方说了一个 夕阳下的汉服女孩 她生成了一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这个夕阳下的汉服女孩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对吧 哎非常的漂亮啊 人物的这个特点 也能完全的展示出来 那我还生成了另外一版啊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是那个夕阳下的汉服女孩 那你有没有觉得啊 就是在这个里边 生成的这个图像 好像跟我们在 Cash那个里边 生成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 这个质量的确是非常的高 速度也更快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提示词 就是我们说的穿着 复古蓝色旗袍的女性 在上海的这个弄堂里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她的效果 对啊 在这个提示词里边 主要强调了叫静静的 站在上海弄堂的窗帘里边 它虽然是一个视频生成模型 但是你注意啊 生成的质量非常的高 你看这个上海女孩的这个特点 她的这个旗袍 旗袍上的花啊 注意它手的部分啊 非常的棒啊 这种斑驳的窗帘啊 整个的这个光影的变化 注意啊 这个地方光影的变化非常的到位 由于我这说的是一个 静静站在窗户的前面啊 所以说它并没有太多的动作 但是呢 的确质量非常的高啊 然后呢 我又测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站在山顶上的女孩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是不是质量也非常的高 这种高山的感觉啊 但它长得可能不是很漂亮 这个属于意外情况啊 然后这个呢 其实我们是传了一个女孩正在展示一个 其实我是想让她展示一个iPad啊 当然她这写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到位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棒 对吧 非常的好看啊 另外除了这个人物呢 我这还写了一个恐龙的动画啊 就是恐龙在丛林里边的一个动画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非常的棒 对吧 这个清晰度也够啊 那当然这个提示词生成器 除了用这种方式去生成提示词之外呢 也可以用图片啊 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图片 看一下这是一个参考图 然后它可以生成一段提示词 我们把这段提示词呢 给它粘过来 也可以得到非常棒的一个场景 大家看一下 也是非常棒的啊 注意整个的这种中国红的一个感觉 灯笼啊 女孩的一个生成的效果 动作的流畅性啊 这种杀群的这个动感 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啊 然后下边呢 我用这个图片生成了一个提示词 这个主要是一个竹林里边的汉服女孩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竹林里边这个汉服女孩的话呢 大家看特别像影视剧的一个镜头 而且这个我生成了两遍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 应该说非常的好看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接着来试啊 这个是我们经常测的一个场景了 就是一个男的和女的在街头牵手啊 这个是一个嘻嘻嚷嚷的一个人群的场景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 这个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它后边有一个虚化 这个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生成的有问题啊 但是总体上来看 这个质量也是很高的啊 这个是一个自信讲话的女孩啊 那我们用她生成的提示词来看这个 是非常的棒啊 真的非常的棒啊 而这个呢 是一个汉服女孩 这个生成的稍微有一些问题啊 我们来看 这个我感觉变成了一个朝鲜的一个女孩 这个感觉不像中国人啊 她整个的表情啊 状态都比较亢奋啊 特别像朝鲜的这个一个女孩的状态啊 然后最后呢 我这放了一个这样的图片啊 就是我们做换装的时候 一个模特的图片啊 那看一下对应的生成的效果 注意啊 它不是图生视频啊 是文生视频 只不过是改了一下 是吧 参照那个图片生成了一段提示词啊 是这样 所以你看生成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穿着白色的这个上衣啊 然后红色的裙子 这是整个我们测试的一个效果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作为腾讯的这个大模型呢 它是支持中文的 但是呢 这个它本身没有知识的储备啊 我们来测四句诗 那这个呢 叫千山鸟飞绝啊 你看一下 我们看提示词啊 千山鸟飞绝 汉语 主要的场景都能表现出来 山啊 鸟在飞 对吧 这是千山鸟飞绝 看第二句 万静人踪灭 虽然很漂亮啊 这个画面很好 但是跟我要表现的那个主题是根本不搭的啊 所以说他能明白你在说什么 但是他不明白那个背景啊 然后呢 下面是孤舟梭利翁 看这个孤舟啊 有一个老鱼翁 是吧 这个也表现出来了 但是呢 没有东方的那个意境啊 最后 毒掉寒浆雪 大概是这么一个场景 画面也没有问题 挺精致的 但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啊 所以说呢 你就不如怎么做呢 你可以将这个毒掉寒浆雪啊 放到这儿 然后让它生成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效果 可能更合适啊 但是它也不是古代的一个场景啊 是一个现代人 这个鱼竿也是一个现代的 但是不管怎么讲啊 原来我们可能真的没有见过这个模型的真面膜啊 我们觉得它可能生成的就是那样啊 没想到它质量可以这么的高 最后强调一下 就是说你要测这个的话呢 一定要使用最新版的ConvUI啊 升级到最新版 然后安装也比较简单 按我说的步骤 去把模型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我们就在这儿 看到了 看起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这个换柄的 我们现在还是会想要做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